邀請 今天比你妹的氣壞摸索勒 非常可愛的小妹妹 大家先給這位小妹妹掌聲一下 一點掌聲 小妹妹 你也懂我講 你也懂我說的話嗎 好 接下來這裡呢 有一支布格牌 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這支布格牌是不是每一張 是不是花色大小都不一樣嗎 點頭就好了 點頭就好了 是 我是不是 還沒要你抽一張 先幫我檢查 幫哥哥都可以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現在這裡有一支布格牌 每張都整個不一樣 好接下來小妹妹 請你抽裡面 幫我隨便選一張 OK 隨便選一張小妹妹 幫哥哥隨便選一張 是啦 然後 給大家看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對啦 不要給哥哥看多 對啦 大家不看多是吧 好啦 然後呢就給哥哥 給哥哥 哥哥不看喔 哈 好 所以這張是這位小妹妹選到的牌 那其實在這邊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很多魔術師用的牌 大家都會覺得一定有記號對不對 一定有一個mark在這邊對不對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張牌在正面沒有任何的記號 反面也沒有任何的記號 所以我是絕對不會知道這張牌是什麼 還有一個男的 好啦 開玩笑了好不好 為了證明呢 這張牌是世界上獨一無二 絕無僅有的牌 來 我在這裡有一支筆 小妹妹 麻煩你在上面幫我切上你的名字可以嗎 畫吧 畫個圖 簽個名字或者畫個公仔上去 小妹妹 對啦 你想畫些什麼呢 畫個愛心 找什麼都可以的 找多一點 有這麼多就有這麼多 去喔 畫些公仔上去 希望你認到這張牌是獨一無二的 只有這張牌有的 好啦 畫完這張牌有些什麼 效果呢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看到上面的圖嗎 看到嗎 大家 有嗎 有很小但是可以看到 好 大家稍微 差不多可以拿望遠鏡看一下 哈哈哈 好啦 我現在小妹妹畫了下去了 我的牌 一般魔術師呢 都會想要找觀眾的牌 好 魔術師找觀眾的牌 通常都是靠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眼睛 跟 手 但是今天呢 這麼特別的日子 我要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來找到這位小妹妹剛選的牌 我不要用我的眼睛 我也不要用我的手 我要用我的嘴巴 哇 用嘴巴 哇 就是 舌頭 有條舌頭 有點噁心 但是沒關係 好 但是呢 這個方法有一點困難 所以我希望現場的觀眾可以給我三次機會 好 大家可以給三次機會 好 李先生呢 用三次機會呢 用他的口和他的舌頭呢 去找回那張牌出來 但是他用三次機會的 嘩 嘩 嘩 吃那張牌他又想 嘩 嘩 第一張是不是 是不是這張的小妹妹 不是呀 哎呀 這樣就撕爛了他 哈哈 好了 第二次機會 是不是這張呀 是不是這張 又不是呀 你不想是這張的小妹妹 都不是呀 哎呀 究竟找不到最後一次機會了 欸 這張是了吧 又不是 是不是 嘩 一直都找不到 哎呦 不是的 哈哈 可不可以掌聲鼓勵一下你呀 那裡呢 我怕是那裡 嘩 小妹妹是不是這張呀 是不是這張呀 拿出來呀 哎呀 好啊 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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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張專門 我先 K頭 十二次 好悔合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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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